川普總統主席在賀行動數年 現代化的最重目標是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 它既是一個國家 一個民主的夢想 也是全能為公共的追求 使全各國現代化之路 它因根足以豐富多樣 淵源流長的文明傳承 而科學特色人的發展 則是貫穿各國現代化的主線 科學素質是提升實現人的現代化的基本要求 加強公眾科學素質的建設 它應該成為各國現代化的英勇之一 我們要堅定共建 共享 共應之路的決心 以世界公眾科學素質的全面成聲 來究竟全球現代化貢獻力量 並不斷地道